iPhone 13维修换屏难 因苹果在屏幕底部安装小芯片 11月5日消息 专家发现第三方维修13系列的屏幕之所以更加困难 是因为苹果在手机屏幕底部安装了一个微型 有人担心这可能会对苹果手机维修行业造成严重打击 第三方维修人员维修 或更换iPhone 13和iPhone 13 Pro 2智能手机屏幕 会导致Face ID功能丢失 知名拆解机构iFiSIC在周四的一篇博客文章中称 已经找到了其中的根本原因 具体而言 苹果在iPhone 13智能手机屏幕底部 陷入了一块微型芯片 只有薄荷糖豆大小 而苹果授权的服务提供商 能够使用专有的苹果软件来记录修复行为 将新的显示屏序列号信息 同步到微型芯片 未经苹果授权的第三方维修人员 也有办法更换手机屏幕 但并不容易 需要将原始屏幕的芯片移到所替换的手机屏幕上 他们唯一的选择似乎是购买新设备 加入苹果授权的维修网络 或者洗手不干 屏幕维修是智能手机维修行业的基石 一位维修人员表示 这个行业是建立在iPhone屏幕上的 不过 目前还不清楚苹果是否是有意而为之 iOS15系统会对第三方修复屏幕 禁用FaceID功能 后续版本的iOS操作系统 还会显示一条错误信息 一位与苹果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表示 谈出错误信息的情况将在未来的iOS更新中被修复 但这是否会发生还有待观察